听一个故事,提一段人生 欢迎来到洞见人物 回顾起曾经厌绝相将的美人 几乎很少有人会想到温红 但温红的美,在美女如云 各具风情的九十年代香港,也是独一份的 然而,在太多人眼里 她却是一把好牌打得稀烂的典型 出生高知家庭 二十岁便夺得了亚洲小姐的贵官 却选择像邱淑珍、叶玉清、李立珍等女星一样 一坨成名,邱淑珍在事业上有王精护航 一直顺风顺水,退出娱乐圈后 又遇到了宠她爱她的老公沈家伟 幸福了一生,而温红的人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温红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 父母都曾在清华大学工作 后来又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们举家来到了香港 从小父母便对她极为严厉 可能也正义如此 造就了温红有些叛逆却又坚韧的性格 十四岁那年 她突然对芭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便对父母说 我不想念书了 我要去学跳舞 这个举动把父亲气得不轻 却又实在拗不过她 便对她说了一番狠话 跳舞这么苦 看看你能坚持到几时便任由她去了 希望她能在现实中摔个跟头 灰溜溜地回来长个激进 没曾想到 温红凭着一份热爱 也为了让父母认可自己的决定 真的吃下了跳舞的苦 即便半路出家要比其他人多付出好几倍的努力 她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 17岁那年 她如愿考上香港演艺学院舞蹈系 但因为常年刻苦地跳舞 在大学期间 她的腰部便有了严重的肌肉损伤 医生甚至建议她放弃高难度的舞蹈动作 别再跳舞 眼见着成为舞蹈家的梦破碎了 温红做了便和同学 一起创立了一家专门提供舞蹈编排的公司 几个人凭借着过硬的舞蹈实力 硬是将这家小公司经营的有声有色 时间来到了1989年 温红意外收到了香港小姐和亚洲小姐比赛的邀请函 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参加了亚洲小姐的选美比赛 没想到一路过关斩将 一举夺魁 我希望这个世界和宇宙都会变得更加浪漫和可爱 因为常年跳舞 她身姿婀娜 自信大方 还拿下了完美体态和最具风采两项大奖 当时给她颁奖的是人气如日中天的张国荣 因为亚洲小姐冠军的头衔 温红顺利被亚洲电视台签约进入了娱乐圈 那时候 她还没意识到等待她的究竟是什么 她拍的第一部戏 便是和当时的亚十一节沈殿侠合作的喜剧《富贵冤家》 因为没有过任何表演经验 她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适应学习 好在她足够刻苦拼命 所以演技也逐渐收放自如 甚至在那个女星都不愿意伴丑的年代 她却主动接下了鲜鹤神针 这个妆效对皮肤的伤害也是巨大的 当时只有温红愿意接这部有毁容风险的戏 然而她这样的敬业努力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眷顾 一直在演艺圈不温不火 岌岌无名 九十年代的香港恶势力盛行 电影电视剧没人投资 很多的演员无奈之下 只能去拍三级片 不少女星便是通过这类片而爆红 比如邱淑珍 叶玉清 李立珍 舒奇等 事业一直处于低谷的温红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接起了三级片 她接连拍摄了挡不住的风情 满清进攻奇案 满清十大酷刑等情色片 清纯又妩媚的形象 终于让她在演艺圈拥有了姓名 也迎来了事业的巅峰 然而选择这条路 注定是不满争议的 知识分子出身的父母 觉得她有鲁门风 甚至登报宣布要和她断绝关系 温红满心无奈 因为做演员其实很被动 她当时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无论拍什么 她只是把她当作一份工作 好好抓住每一个工作机会而已 哪怕很多年后 很多香港女演员 对这段岁月 这段经历 惠莫如身时 她却大大方方 不曾后悔 成名后 她并没有沉迷于靠裸露 带来无限的金钱和热度 而是选择利用现在的名气 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唱歌 演戏 拍广告 多期发展 1997年香港回归后 不少香港演员抓住了来内地拍戏的机会 温红就是其中一个 最让人熟知的角色 大概就是春光灿烂猪八戒里的猫妙妙妙 甚至是不少人童年的阴影 然而就在她事业逐渐走向正轨时 她遇到了一个男人 2003年 温红在一丝活动上 认识了美国大西洋赌场副总裁吴伟杰 吴伟杰对她一见倾心 立马展开了追求 而温红也在猛烈的攻势下 逐渐卸下了心房 交往八个月后 吴伟杰便向她求了婚 当时 温红有些犹豫 毕竟两人的相处时间并不太长 但吴伟杰以性命相逼 袒露两人不结婚她就不活了 在旁人看来 如此情绪化的男人要不得 但沉浸在爱情里的温红 却被蒙住了双眼 孤注一掷嫁给了她 随她到美国开启了婚姻生活 然而 结婚没多久 吴伟杰本性就开始暴露了 不但大男子主义家暴出轨 还曾半夜把温红 从美国的住所里赶了出去 甚至逼她净身出户 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两年 便已离婚收场 而温红爱错了人 不但毁了事业 也几乎毁了自己 在这场感情里 她什么也没获得 徒留了一身的伤 有一句话说 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经历 但绝不能放纵自己 有个烂透的人生 温红似乎一直秉持着这种信念 不管人生到了何种境遇 她总会很快支撑 自己走出来 坚韧如她 经历了一段感情了预期 温红便振作了起来 和她同期的很多香港女演员 要不淡出了娱乐圈 要不嫁人生子 她却不愿放弃事业 将自己的演艺生涯转战内地 因为年龄的原因 这些年 温红一直在演一些没有名气配角 甚至大多是婆婆妈妈的角色 以至于不特别关注 甚至看不到她的身影 但她不在乎 只要有戏拍有工作就好 她还是那个一有工作机会 就立马抓住的她 2007年 一档舞蹈综艺找到了温红 虽然身体有伤 多年没有坚持跳舞 她还是为了挑战自己 接下了这份工作 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 她却在这次工作中 遇到了真爱 在参加节目的过程中 温红认识了当时担当健身教练的刘冠婷 两人渐渐熟悉 在接触中慢慢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但第一段婚姻的失败 让她心有余悸 好在刘冠婷真诚而体贴 一直用心照料着她 一步步化解了她心里的顾虑 后来 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一直相爱至今 还拥有了一个女儿 如今也已婷婷欲礼 谈起这段婚姻 温红依旧会眼眶含泪 她告诉我 从现在起 忘记过去 做一个单纯快乐的小女人 跌跌撞撞大半辈子的她 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而在这段婚姻的滋养下 这些年 她始终美颜动人 哪怕已经年于半百 却依旧笑意盈盈 一如曾经少女的模样 回顾温红的前半生 不论是事业还是感情 哪怕走到了弯路 她也不曾放弃自己 而是及时之损 从头再来 所以终获幸福 这世间本就这样 哪有那么多走运顺遂的人生 但无论前半生如何曲折 过去的也终成过去 我们能做的 便是放下曾经 我好当下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这里是洞见人物 喜欢别忘了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